各位弟兄姐妹的大家平安 我们在分享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祝我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话语 好叫我们在世上生活 我们有你的引导 好让我们凡事 我们都先思考你的话语 使我们活在智慧的道路当中 主谢谢你以你的生命来引导我们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 那出埃及记整卷 我相信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看到的 这个很长很长长的一段故事 一段历史故事 所以不少的就是出埃及记这一篇 对在座各位来说 他是对你有什么样的歧视 或是你有从这一整卷书里面去得到什么样的意义 我相信很多人在 如果你是从小的教会讲大话 你一定从主日学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在听出埃及的故事 对不对 老师会开始讲说 哇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 然后过红海了之后还要想办法进入到迦南的里面 哇好多好多好多段的故事 那到底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情形去了解呢 我们是透过电影吗 好几年前喔 在大概可能有将近十年前喔 是不是迪士尼有出一部动画 叫做那个埃及王子 对不对 有看过的人就说 哎哟有小朋友有看过耶 那很棒喔 对那代表那个 我们应该年纪还没有太大 对所以有这样的一部影片喔 那也有很多的画家怎么样 有画那个摩西 就是破红海的时候那种画作 我们到那个Google上面去搜寻图片 你打就是摩西过红海 然后可能就有很多图画出来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些东西去对出埃及有印象呢 还是我们直接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 透过圣灵所启示的圣经 来所带出对出埃及的认识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看圣经的这个点来切入 其实这对于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 我可以称呼每个人叫做基督圣徒 因为你们受洗礼以后 你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或是你相信的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你就可以被称为叫做圣徒 因为在早期使徒的时代的时候 其实使徒们对于众信徒们的称呼都叫做圣徒 没有说这是会有啦这个才是圣徒 没有 只要每一个踏入召会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人 每个人都可以称呼叫做圣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的永恒的生命里面 透过跟经文的相遇能够怎么样能够带出一个属灵的圣徒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经 其实牧师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信息跟读经 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在大概1980年代 这个更早的情况 1980刚开始的时候牧师才刚出生 198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歌手很有名 他叫做安迪威廉安迪威廉可能没有很多人知道 因为那是很老一辈的 但是他这个歌手是唱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就是说这是我的徒弟 This land is mine 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因为他是早期的出埃及记的电影的一个主题曲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YouTube上面搜寻这首歌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这首歌就唱得非常壮阔 因为这位歌手他的声音是非常地有磁性 然后低沉的 然后第一句就唱说 This land is mine 就很好听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是那种非常壮阔的 因为他配合那个乐团 就是交响乐团这样 听起来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壮阔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的歌词 因为他的歌词其实不长 他歌词讲说这是我的土地 然后因为上帝将这土地赐给我 这块勇敢又古老的土地 当晨曦显露在他的山川和平原 让我看到这片我的子孙可以自由翱翔的土地 于是上帝牵着我的手陪伴我踏过这片美丽的土地 虽然我只是渺小的人类 但是只要上帝在我身边 因着上帝的帮助我知道我会刚强 假如需要征战 我必定会战斗 因为这片土地将要成为我的家园 我将要为这块家园捍卫道士 然后他的歌词唱到最后就是这样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 我就是要进入到什么江南地 因为这是什么上帝吃给我的 可是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考到说 到底我们的生命的主角是谁 我们今天的看到经文特别是这一段 现代中文一本版本写说 上帝要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要镇定 所以很明显这个经文的主角是谁 是上帝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人只要做什么事情 真理 安静不要说话 他都不用说话 河本的经文写说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尖默 不要作声 台语就讲说 要我为你们高贼 所以你们常常 没做什么 要常常 不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上帝才是这一段 经文当中的主人 以色列人指是怎么样 在一旁他需要安静 然后去观看上帝的作为 不需要出声 所以人是主角还是配角 配角的 事实上行动的是上帝 是耶和华上帝 但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首歌 我的土地这首歌 我们看到很多 可能有很多美丽的景致 可能很非常的雄伟的那种歌 你就觉得 这个土地是我的 但是这一首歌的主角叙述变成是谁 唱歌人的本身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歌虽然他讲说 上帝要陪我走过这些 但是是谁在行动 是人在行动 但是上帝好像怎么 只是一个配角 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很注意 假如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只看到那些 以我为中心的那些话语 就是要把那些话语当成是我自己 是很主要的时候 那么魔鬼有的时候会想这样子 就是他披着一些很漂亮的外衣 比如说我们在看埃及王子的卡通的时候 那个过红海的时候画面有没有很重观 当你就看到摩西拿着一根手上 然后往海里面一擦的时候 那个海水就怎么样 就变成两边 那感觉上那个主角是谁 摩西 对不对 主角是摩西 所以有的时候摩尾就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把我们带离上帝的经文 因为我们始终用什么角度在思考 用人本身的思考 就说我啦 我还是那个自我中心的部分 即便我们觉得说 上帝是我们很大的救主 可是我们常常还是会忘记 所以偶尔我们会在实际的生活上面 会觉得说 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喊着说 哇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敬拜 我们赞美 我们赞美 为余我们的神 但是在实际生活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忘记 把上帝真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有时候是我们在痛苦 在难过的时候 或是内心充满激动的时候 情绪不管是高的或是低的 我们才会将耶稣基督 将上帝 将圣灵 当成我们的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魔鬼也会披着圣经的外衣 来引诱你走向另一条道路 所以幸好我们的教会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教导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在信仰的最前面就讲说 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 上帝拥有我们绝对的主权 再来是圣经是 唯独是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 也就是说我们行为 言行举止每一刻我们都靠什么 靠圣经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引导 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是万民皆祭司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 都是传讲圣经话语很重要的那一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那这是长老教会的信仰传统 那我们的信仰中心就是荣耀归于唯一的上帝 这是我们长老教会信仰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首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吃圣经 先跟你旁边的人讲说我们要来吃圣经 好 此刻请你先把圣经就是撕下来囤进去 我们来看看哪一种情况叫做吃圣经 好 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是用来陶冶基督徒 雕塑基督徒生命很重要的话语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处跟吃圣经相关 例如说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 或者是以希杰在巴比伦 或者是使徒约翰在巴摩岛的时候 他们都得到很清楚的一个指示 就是说上帝叫他们做什么 吃书卷 有就是我们可以笔记下来 然后回去可以查考那些经文 那在启示录当中天上的声音告诉约翰说 你需要把整卷书怎么样 吞吃进去 要把整卷书吞进去 你的肚子会感到怎么样 很苦 肚子会很苦 但是嘴却会像蜜一样那样子的甜 你会肚子很苦但是嘴巴是吃到甜的味道 这是在启示录的十章 第九节到第十节的部分 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将整卷 圣经整卷整卷的吃下去 一次是怎样 能够吞吃一卷 那书中的每一个字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动工 使我们的身心灵 同样都能够透过圣经 得到圣洁 得到健康 然后满有活力 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吞进去消化上帝的话语 而不是从耳朵进去 因为有一句俗语说左耳镜怎么样 右耳出 所以光是只有听的时候怎么样 听了就跑了 但是吃进去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在你的五脏六腑之中消化吸收 然后上帝的生命 这个真实的生命 就会透过这样子 我们跟上帝之间就会有很棒的一个交流 能够让整本圣经的启示 就活活的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会晓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行事为人 我们的生命就会透过读经 来得到很棒的塑造 所以圣经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粮食 那我们在吞吃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挑一句一句 好像说这是一句金句佳言 今日是今日必 好我把这句话拿来当做我的佳言 失败为成功之物 这是一句佳言 那我把它存放在我心里 圣经我们看圣经 绝对不能够用那样的方法 当然我们背金句对自己是有好处 可是我们更需要怎么样 把前后上下文全部都怎么样 读进去 你才会真正了解 为什么写圣经的人要这样子记载 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启示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有用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比喻就是 我们应该很多人会喜欢喝那个饮料 对不对 喜欢喝珍珠奶茶 有没有谁喜欢喝珍珠奶茶 有对不对 珍珠奶茶 或是那个有人喝那个里面有加了什么椰果什么东西 我们买那一杯的时候 我们在享受的时候 是不是整杯那个饮料 奶茶连同那些好吃的点心一起吃下去 对不对 我们会买了一杯奶茶 然后结果只把珍珠挑出来吃吗 应该不会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是要怎么样 全部全盘去看 你才会了解到那个真正的味道 当你整杯珍珠奶茶喝下去的时候 才会了解什么 珍珠奶茶是什么味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吃圣经也是需要怎么样 每天去吃 你不可能就是 你一个礼拜只吃一吃 如果以身体来讲的话 你一个礼拜吃一吃 你会不会饿死啊 会对不对 可能没吃一餐 有一餐没吃就怎样 可能就怎样 受不了 好饿哦 好饿 所以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 我们每天都需要吃灵粮 所以天天去触碰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就会是饱足的 也不能够怎么样 也不能够糊仑吞枣 啊对啊 每天要看圣经 然后我就拿了一本 然后这样做做做做 好我看完了 哇 结果那个话语怎么样 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 那看圣经有的时候 也很像吃美食一样 我们今天都讲跟吃圣经有关系 我跟吃有关系 你吃美食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你会这样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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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然后就没了嘛 那这样吃东西就很没有意思 因为你会想要去怎样品尝它的味道 所以你会怎么样 细脚蔓延去吃到 那个东西是什么味道 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会需要去好好的品尝 神的话语里面所带来的养分 带来什么样的职位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去 专心的去看每一个圣经 而且我们这样细脚蔓延去 读圣的话语的时候 会提高我们靈的敏感度 对什么敏感呢 對聖經的話語的敏感 為什麼我說會這樣敏感 當我們很少去讀聖經的時候 一旦你遇到相當大的衝擊 考驗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不知所措 但是當你的生命充滿神的話語的時候 當你遇到挑戰 當你遇到困難的事情 當你遇到哀傷的事情的時候 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的靈裡面的敏感度就會告訴你說 有!我知道聖經的話語怎麼告訴我 聖經的話語是這樣子來影響我們的靈的 如果我們沒有去讀神的話語 我們光是每天在那邊喊說 啊!主啊!救我啊! 那種感覺就很像是 一種一個故事是講說 有一個人他掉在那個懸崖旁邊 然後他就跟上帝講說 上帝啊!求你救我 然後上帝只跟他講一句話說 你就把神說剪斷啊! 啊!上帝啊!救我啊! 因為他一直沒有聽到神的話語 所以到最後怎麼樣? 他就沒有辦法掉下來 可是當他真的下定決心去剪掉的時候 他才發現怎麼樣? 原來他離那個地面怎麼樣? 只有一點點距離而已 他其實已經得救了 很多類似的故事都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要去聽到神真正的聲音 就是要透過神的話語 我們一直要不斷地讀不斷地讀 然後你才能夠提升你對話語的敏感度 才會真正當你在碰到事情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有聖靈的引導 事實上我們是需要去提高這樣的敏感度 所以這就是很像保羅在一部所書當中去講的就是 滿有基督長成的生涼 因為耶穌基督的生命 他的話語透過就是你讀進去就怎麼樣 你的生命裡面就會充滿這樣的生涼 所以我們要去習慣讀聖經 是真的要吃進去 不是只是用看的 不是只是用聽的 而是把自己怎麼樣 讀到經文裡面去 然後很重要一點是 你一定要讓經文成為你的主人 一定要讓上帝成為你的主人 而不是我們去利用經文 就很像說現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怎麼樣 都習慣性把經文當成你的東西在使壞 我們看很多就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檯面上的人 突然一個高興他要講好話的時候怎麼樣 聖經的話也是拿出來講的 也真的會有 但是基督主也就是這樣 不高興的時候也是怎麼樣 我們都說拿聖體去打人家的頭 對不對 是不是有的時候我們好像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讓經文讓上帝的話語成為我們的主人 而不是我們去怎麼樣 去操弄這個聖經的話語 這也是很重要一點 再來我們回到今天的經文 就要帶出說一個例子就是 為什麼我們看聖經一定要看上下文 今天的經文是他們準備要出 他們準備要過紅海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那這整個過程 他們其實這群以色列人 他才剛經歷過怎麼樣 在埃及地裡面遇到上帝的很大的作為 叫食災 對不對 食災很多什麼挖災啊 什麼血光之災滑啊 很多災禍之後 然後呢 這群人終於怎麼樣 終於離開埃及 法老王再也受不了這群人很像瘟神 每一次摩西跟亞文去的時候 他都覺得瘟神來了 因為又有災難 所以經過十次之後 他們終於怎麼樣 終於可以離開 那這群以色列人還可以怎麼樣 向埃及人去索取 他們要了很多貴重物品 有金飾啊 銀飾啊 衣服啊 很多的物品 那所以就這樣 以色列人就帶走了這些東西 然後呢 開始要往前面去走 非常多的人 經文上面寫說是 無論是男人就有六十萬 那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的婦女啊 兒童啊 或是有一些外族的人跟著 就在後面一起走 那但是到了十三章的十七節的時候 我們卻看到一段經文寫說 埃及王放以色列人走的時候 上帝沒有帶他們走 非利斯海邊的那條進路 因為上帝說 恐怕我的子民遇見戰事而後悔 再回到埃及去 所以 以色列人其實有一個方法 他很方便 他根本不用經歷紅海 他只要從旁邊就是走過去 就可以了 可是 上帝卻說什麼 我擔心他們碰到困難的事情就怎麼樣 往回頭走 其實上帝從一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這些人碰到困難一定會往回走 所以上帝非常清楚就是說 這些人從被奴役了四百年之後的 這個狀態救出來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人他被一些事情捆綁或是奴役之後 他需要 他長大到有信心的這個過程 他能夠活在真實的上帝國裡面 這是需要很多的階段 出埃及不是怎樣 不是很像坐飛機一樣 咻你就從台灣怎樣到日本去 沒有 他是非常需要有一個過程去體會的 所以因為 雖然說人不斷在被帶領 但是我們人有時候會怎樣 會覺得說就是 我沒有那個信心 或者是怎麼樣 我懶得去動 那就會怎麼樣 都會往回頭走 這種就像是說 當你在一個窘境你習慣了以後 心理學的術語叫做習得無助感 就是當你已經習慣了之後 你像你那個老鼠如果站在那個電擊板上面 他如果一直被電電電電 他沒出逃他怎麼樣 他就站著 因為反正我只能被電 所以人被奴役的情況是這樣 你就這樣子一直在那個奴役情況 久了之後你就怎麼樣 奇怪 反正我就是這樣 那以色列人在那個時候 其實也是很也是同樣同樣的情況 那為什麼說為什麼會說是這樣 因為當這群人他要離開埃及的時候 當他走到紅海前面他發現前面沒路 因為是怎麼樣一片海 那後面是什麼 追兵 埃及的追兵 所以他們就很生氣 就跟摩西講說什麼 啊我們要回去了 在這邊就是等死喔 那我們回去還怎麼樣 還有肉可以吃 這就是一種信心的往後退 就是台語工都退路 所以這就是一個退後的過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會有碰到這種情形 我們可能都會被很多事情困綁 我們可能會被什麼困綁呢 我們可能被工作困綁 我們被工作奴役 我們被什麼社會權勢奴役 我們還會被金錢奴役 我們還會被什麼努力呢 那個智慧型手機 Smartphone 還是iPad 之類的 我們好像會被這種東西努力喔 像現在有很多小小朋友 他只要離開這些3C的東西 他就覺得怎麼樣 這個世界是很無趣的 很無聊的 整天都在那邊好無聊好無聊 我有一次在台北的捷運上面 就看到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孩子 然後媽媽在幹嘛 媽媽在滑他的手機 然後小孩子在旁邊 媽媽我好無聊 媽媽我好無聊 我好無聊 然後媽媽就說 好啦你不要吵啦 然後就從他包包裡面拿出一台B 智慧型手機跟iPad 就交給他的小孩 然後兩個人就怎樣 就一起滑 看起來好像很有趣 可是這卻是一個危機 因為 當我們一直被這個東西捆綁住的時候 我們人跟人的關係會怎樣 會疏遠 對啊 總不可能母子以後都用那個 明明人在眼前 就還是要用平板電腦溝通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常常都是被什麼 被世界上很多的東西去捆綁 但是我們卻不自知 所以出埃及這件事情 不只是以色列的一個歷史事件而已 他還怎麼樣 他還真實存在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裡面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出埃及的過程 很多的事情 你都在脫離很多 就是奴役你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摩西跟亞倫 其實他們也不是一剛開始就跟上帝很熟 只是說上帝跟他們講說 你就去吧 你就是要帶他們去 所以摩西跟亞倫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也在體會就是上帝到底是怎麼樣帶領他 那接著就是怎麼樣 以色列人他們會從摩西跟亞倫的身上去看到說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要被帶出愛情 所以當這些人他碰到這些捆綁的困難的時候 到底反應是怎麼樣呢 以色列人在紅海前面氣得要是轉過來罵 罵摩西說 我不是叫你不要管嗎 你看你把我們帶出來這裡 我模擬那個情況 那時候很生氣就在那邊大罵就是說 你幹嘛把我們領出來 我不是叫你不要管嗎 我們在埃及做奴隸比較好啊 你看做奴隸總比死在曠野好啊 做奴隸總比被埃及人追著屁股跑 然後到時候可能還會被殺好吧 所以這些人是用這樣子的心態在怎麼樣 在跟摩西升起 他們還不是跟上帝升起 因為他們當時眼裡面只看到誰 只看到摩西 他們其實是看不到上帝的 他們還感受不到 因為在四百多年的過程裡面 這個信仰已經開始怎麼樣 往下滑 所以以前的人是真實領受到神的帶領 但是在那個被奴役的那四百年過程當中 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們卻怎麼樣 感受不到忘了 忘了這一份上帝帶領的過程 那回頭我們再來看摩西 那摩西總該很有信心了吧 他聽上帝講啊 所以今天的經文十三節十四節的這個部分 那是摩西對這些以色列人埋怨的時候的回答 他講說你們要清楚喔 上帝耶和華是主喔 他在帶領你耶 以前也是喔 現在也是喔 到將來怎麼樣 也是 所以你知道你們不要慌張 你們要正經 這個話看起來怎麼樣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摩西講得很好啊 沒有錯他提醒以色列人就是說 上帝在帶我們啊 你們不要害怕 往前走 但是呢 當我們看到下面的經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如果各位有聖經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經文下面還有一段 到十五節到十八節的地方 上帝對摩西說 不是說拍拍他的頭說 喔 good job 絕對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說你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向我哀求耶 你吩咐他們就是了嗎 吩咐他們怎樣 往前走就是了嗎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還有一句話說 我這麼做 埃及人就會知道我是上帝 哇 摩西真的很衰 他幫上帝說話 然後還被打頭 莫名其妙 為什麼 這就是在我們看經文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可能會看到說 啊上帝為什麼說什麼 啊不知道算了跳過 反正我們知道是上帝在帶領 可是事實上這很重要 因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常常都在不斷地哀求 就是神帶領我們 但是我們的腳步是怎麼樣 停下來的 我們就站在原地 然後不斷地跟上帝在那邊 啊好痛啊 哇帶我離開 很多的時候我們都是這樣子的 可是上帝卻告訴摩西說 你在做什麼 你就分布他們怎麼樣 快點往前走 所以事實上我們的生命也是怎樣 我們也常常需要這樣子的back push 就是即便很麻煩 即便很痛苦 可是我們是怎樣 還是要往前走 因為上帝在我們的前面 主動幫我們開路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禱告中說 主啊求你帶領我 求你帶領我 我們都在等一個 等候一個好像是一個氣號 我們再等一個sign 我們再等一個就是打哈斯的時候 可是事實上上帝早就在你面前 幫你把那條路開好 就等著你怎麼樣 能夠踏出那一步 照著神的話怎麼樣 努力有信心的往前走 所以這就是摩西的問題 那以色列人的問題就是 他們只看到摩西這個 好像是英雄的代理者 但是他們也感受不到有沒有 感受不到上帝在他們生命當中的代理 所以當是短短的經文 我們就可以從當中體會到 有原來上帝叫我們怎麼樣 安靜不要說話 只管往前走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就是因為事實上 我們人生在走的路途當中 真正在行動 為我們行動的是誰 是上帝而不是我們自己 上帝為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怎麼樣 出於神 即便是苦難即便是挑戰 但是凡事都很出於神 當我們願意謙卑自己 當我們願意放下自己的主權 讓上帝來帶領的時候 上帝就要透過走過 出埃及這條路 到江南地的這個過程 讓你感受到什麼叫做有主的代理 而不是我們去拉著上帝走 上帝永遠是走在我們前方的 所以接下來的弟兄姐妹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就是 我們真的怎麼只有一位大牧者 就是我們的耶穌基督 那上帝呼召我們每一位聖徒 都在我們各自的領域呢 能夠好好的來成長 無論是在教會 無論是在你的家庭裡面 無論是在你的工作 還是在你的學校環境裡面 上帝都呼召你成為聖徒 所以你會在每個領域當中 能夠做好的見證 能夠傳揚主的福音 所以我們一起在耶穌基督的代理之下 我們是一起怎麼樣 同行天路的 然後我們能夠學習 用耶穌基督犧牲的愛 來彼此相愛 所以出埃及的過程 雖然是每個聖徒都需要去經過的 但是我們卻有怎麼樣 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很幸福 因為我們有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最大的幫助和靠山 因為他已經是 就像我們剛剛所唱的那首歌一樣 他已經先用他的生命 為我們付上很大的代價 我們是被愛著的 我們是透過保險有受到接近的 所以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行走在天路上面是勇敢的 勇敢的接受主的代理 因為我們實在是沒有人 期盼看到上帝國 期盼看到天國 卻怎麼樣 卻死在曠野裡面 當我們在看整個出埃及的歷史的時候 甚至到現在歷史之後 我們常看到很多信心的靈修 有的時候也會怎麼樣跌倒 然後怎麼樣死在曠野當中 所以希望我們的生命 都能夠透過上帝的話語 能夠引引我們走到 走進到上帝國裡面 走進到永恆的榮耀裡面 所以願上帝幫助我們 希望我們在透過這次的經文 我們來思考說我們的讀經 我們的靈修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有一個時間可以來好好的檢視自己 那我們也有機會要怎麼樣 在新的一年 雖然說現在已經二月了 但是還是滿新的 大概剛過一個月而已 你現在還有機會來實踐 就是你的讀經計畫 你的跟上帝之間的交通 盼望我們怎麼樣 一起來吃聖經 我們每個人一起來吃 因為這是每一個聖徒 記住你是聖徒 我們每一個聖徒所需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無論是你個人的靈修 還是在教會裡面的查清班 就是盼望我們都能夠透過這樣子 來提升我們對聖靈帶靈的一個敏感度 那在過紅海當時的雲柱活柱 我們在經文裡面有看到雲柱活柱是怎樣 是在成長當中的每一個階段 因為我們每個階段都會有上帝的保守 雖然我們還在走一條很艱困的路 但是怎樣上帝卻會保守我們 所以願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主 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第一位 那不是只有頭腦去想 或是我們用嘴巴去述說的 而是人啊 在你日常生活當中的每一個時刻 每一個領域當中 你都能夠實踐的 是將上帝博的這個概念 實踐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感謝主我們一起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的慈愛帶領我們 特別你用力 讓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 列定在十字架上 死了流了保血 為的是要數我們的罪 洗進我們的生命 主啊我們感謝你 因為我們不曉得 我們到底該用什麼 來回報你所附上的那些 但是主啊我們卻知道 你卻讓我們每一個人坐在這裡 我們都白白的領受這樣的恩典 只要我們信 我們就得著了 主啊感謝你 極大的恩典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求你透過你的話語 來塑造我們的生命 求你透過我們每一天吃聖經 來讓我們的生命是活著的 讓我們的生命當中 讓我們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 都充滿主的聖靈話語 在我們生命裡面 好讓我們行事為人 我們隨時都成為主的見證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 求你建朝我們 也求你帶領我們 主我們謝謝你 我們將一起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這個時刻我們要 一起來攻守聖餐 我們 來翻到華語的聖詩 華語的聖詩 兩百一十九首 友會山植 通域之間 和靜音 鼓濚低ți 一起來 是爱或挣洁 祈福共铃山参感谢长寿 如此来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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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东方度 归几难长久 唯有救助 世家荣荒拥有 祝我天前生 求主始终之时 得永远福世 得永远福世 得永远来福世主 请我过且可 我请敬我主 日夜欢喜 世常赞美尊重 救助耶稣主 我已无反顾 直到祢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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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是阿 阿跟阿 奉主耶稣的名 欢迎凡属于他之教会 按照规可领圣餐者 一起来熟主的圣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 所说恩典的话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的安息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耶稣说几可慕意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你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一起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 所说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他说这杯是又我的血 所设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事 直到他来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饼注谢 所以此刻我奉他的名 照他的样式 首先来感谢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现在我们遵照 你的命令 摆设这个宴席 为了纪念你赎罪的记 我们谦卑地恳求你 差遣与圣灵 将我们分别为圣 又分别这些 摆在你面前的饼 及杯为圣 让我们接受这些 借着信心而分享 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 以你恩典的帮助 使我们在灵里得以培育 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 荣耀你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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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 的人 为你们舍的 我爱你 我爱你 这是你的身体 我爱你 我爱你 你重要的是纪念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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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领受饼的时候 你要请弟兄姐妹 神跟你拿着饼的时候 请你思想 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的意义 当你拿着饼的时候 请你一起来思想 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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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如此心,為的是敬念我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当你领到杯的时候 请你来莫道 请你思想主耶稣流宝血所对你的爱 因为主耶稣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敬念我 这杯是新约 是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 我们每当喝的时候 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它 我们一起来领受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表明主的事 直到祂再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平安 与你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国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认真你无限的爱 使我们得以领受圣餐 透过饼和杯 能让我们明白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 圣子耶稣基督奥妙中的肢体 是领受祝福的 我们的生命 透过这饼和杯的喂养 有满足与喜乐 谢谢天父上帝 求你让我们谦卑 求你也检查我们 更以慈爱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行走天路 不致匮乏 不致迷失方向 更有信心勇敢 做你福音的使者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这时候 再来唱我们刚才的 圣餐的诗 219首 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就好 祝你身体为我受伤或脸 主你身体为我受伤或脸 folklore好三via 祝你身体为我受伤或脸 慈我实 Cela补辨张 我牵口,我静静握住 日夜欢喜,时常赞悲撑住 救助耶稣,主我已无反顾 直到你再来,直到你再来,直到你再来,直到你再来之事 阿们 我们一起来奉献,来感谢上帝的爱